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从属曲面当中的偏移 点击激活这个按钮呢 我们在Nubus工具箱里面启用的是创建偏移曲面的图标 这个工具使用跟我们创建变换曲面非常的类似 首先我们在场景当中 鼠标移动到选中的Nubus曲面上 按住鼠标左键拖曳形成一定的偏移量 松开鼠标之后呢 我们就创建出一个新的偏移曲面 然后呢我们进入底下的卷展栏当中 可以调整一下这个偏移曲面跟基础曲面的一个偏移数值 这样子呢就可以形成我们偏移曲面的各种形态 好,调整好距离之后呢 我们可以勾选翻转法线的命令 将它的法线进行控制与调整 底下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命令叫做封口 我们点击封口的命令呢就可以发现 现在的偏移曲面跟我们的基础曲面 形成了一个实心的物体 好,这就是我们偏移曲面的一个封口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进入曲面的次物体层级呢 选中我们的偏移曲面 进入卷展栏当中调整它的偏移数值 当然底下呢还有一个替换基础曲面的按钮 我们要使用它的时候呢就要先到曲面公用的卷展栏当中 全部取消隐藏的按钮点击下去 因为我们在场景当中已经预先准备好 另外一个供我们替换的基础曲面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选中我们的偏移曲面 然后点击激活替换基础曲面的按钮呢 将它的基础曲面给替换过来 这样子呢就完成了我们偏移曲面的一个替换动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